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现如今中国车市 龙争虎斗你争我多 外资车品牌在我国的消费者中间 还是很受欢迎的 但是却没怎么听说 中国人喜欢印度汽车品牌 不过印度阿三哥们 可不是机器无名之辈 他们也有向汽车市场进发的野心 这部印度塔塔汽车公司 怒砸100亿人民币 研发出一款经验的概念车 以为怎 简直刷到吊渣 让不少国内厂商都脸红了 以为怎的这造型 真的可称得上是惊艳 外表帅气时尚 深入感和高级感十足 大单造型狭长 与信息格上完美的情和 让汽车前的持久宽度加长 使得这辆车显得稳重 而不是运动感 又带着一种非凡的韵律 让人不能自拔 全辆车泛着银白色的光辉 线条流畅 不光是车门让腰线 显得更加行云流水 与车顶无缝连接 追求整体的立体感和层次感 让人感叹设计师的向心独运 类似方面 Evazen的表现同样是可圈可点 在大气升华的同时 还有着那么一种科技感的滋味 满足的科技 迷对气势的幻想 显示平时隐藏似的 在中控台和侧壁和后排中间 隐约可见 长毛的液晶质地 使得画面高清 车内整理的白色格调 配上木头的纹理 而那些五花八门的操作按钮 则非常巧妙地藏在操作台中 显得惊奇大气 让人一目了人 在动力方面 相信Evazen的表现 不会让我们失望 据说Evazen最高时速 每小时200千米 0-100千米每小时的时速 时长不到7秒 可以想象 开这样的一辆车 真的是爽到无法形容 看来阿三门的设计车 真的是不容小觑 这车要颜值有颜值 要配置有配置 难怪会让那么多的国产厂商 无敌自容呢